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前些天来到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尼玉兰的临时住所进行探望 并了解她居住的房间被断水断电的情况 大使还询问了她历年所遭受的迫害与打压 并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 尼玉兰将她与大使的合影传到网上后被网民热传 引起各方关注 据东方日报报道 2月11号下午美驻华大使洪博培一行三人 来到北京维权律师尼玉兰临时居住的北京玉兴宫宾馆看望尼玉兰 洪博培大使非常关注尼玉兰的处境 对房间被断电断水的情况表示担忧 她了解我这十年受难的状况 我都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压 我是怎么被施加酷刑的 然后又是怎么被抓的 又怎么样被判刑的 尼玉兰曾作为律师参与维权 被毒打制残判刑 她出狱后 住房已被北京西城公安局分局强拆占用 被迫流落街头 在外界声援下 西城分局被迫让她在玉兴宫宾馆免费居住 此后警员多次要求她搬离 去年12月20号 宾馆对她居所断电断水断网至今已50多天 尼玉兰表示警察指使旅馆工作人员不让她在旅馆打开水 每天在她的房间门上贴条子 要她付房费 她房间的电话也无法使用 公安局还安装了两个摄像头来监视她的房间 尽管面对打压与骚扰 尼玉兰仍然坚持为上访人士提供维权帮助 警察多次想要强行进屋搜查 被她阻挡 尼玉兰还告诉记者 和大使的交谈非常愉快 洪博佩大使赞扬她很坚强 敢于与邪恶进行抗争 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 两人的合影上传到网上后 引来网民热议 有网友评论说 尼玉兰因为维护被强拆者的权益而被迫害 被判刑 美国政府因为批评中共当局的人权状况而被辱骂 相同的立场使他们坐在一起 尼玉兰遭遇断电断水的打压后引来各界持续关注 据尼玉兰丈夫介绍 此前欧盟、德国、加拿大、法国、瑞典、英国、捷克和瑞士的官员都曾前来看望尼玉兰 新唐人记者白梅、李谦、萧妍采访报道